编影于乐于你解忧 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国产恐怖漫画恐怖丛林 阿黄老家的村子边有一片树林 这边树林很大少说也有几十畝 而村子的路是绕着林子修的 所以从林子直接穿过去就能到镇上 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 但村里没几个人赶走树林 因为十几年前有好几个人在这里走失了 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种 阿黄的一个表叔也在那一年走丢了 至今还没有找到 有一年暑假阿黄回到了老家 刚好老家有几个小伙伴都在 于是就约着在张鑫家里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电影 他们看的是恐怖片一惊一乍的那种 而阿黄最怕这种电影了 张鑫看到阿黄胆子小就想到了一个游戏 那就是每人出一百块钱 然后谁敢到村面的树林中逛一圈 这三百块钱就归谁 其实阿黄胆子并不小 他只是不敢看恐怖片而已 于是三人一拍即合 每人出了一百块 来到树林后 张鑫说他先进去 说完张鑫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树林 这边树林很深 植被也非常茂密 张鑫进去没多久 就已经看不见他了 等了大约十几分钟 就看见张鑫从树林里跑了出来 可奇怪的是 他的表情十分惊恐 张鑫一边喘着大气一边说 林子你有东西 他一直追我 阿黄和另一个小伙伴听了 急忙询问张鑫 到底是什么东西 张鑫表示我也没看清 反正不是人也不是动物 听到这里 阿黄忍不住笑了 好啊 你肯定是吓唬我们 只要我们不敢进去 你就赢了 说完 阿黄就钻进了树林 不管张鑫在后面如何叫喊 阿黄就是不听 非要证明给他们看 自己并不胆小 走了几步 看到一棵树下面有个破木头板子 阿黄就捡得起来 万一真的有东西 可以用来放生 这时林子里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听到人心里直发毛 觉得阿黄觉得差不多 准备往回走的时候 身后不远处站了一个人 由于阿黄看不清长相 就问了一句 你是谁 大人也不回答 晃晃悠悠的朝阿黄走来 等跌得近一些的时候 阿黄觉得这人有些眼熟 很像几年前突然失踪的表叔 只不过这人没有穿衣服 而且他身上的皮肤松垮垮的 接着阿黄意识到 这根本不是人 因为他的腿是两条毛茸茸的鸡爪 阿黄健壮撒腿就跑 那怪人看到阿黄要跑 就跟在后面穷追不舍 结果阿黄很快就被怪人追了上来 怪人还伸出爪子 搭在阿黄的肩膀上 彼此同时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实在太臭了 阿黄无法忍受 于是阿黄反手 就将手里的板子 抡了出去 怪人被击中头部后 整个人就弄住了 阿黄健壮 再次朝树林外面逃跑 逃跑过程中 阿黄看见树林里突然多了好多怪人 他们的装扮都一样 上身赤裸 下身毛茸茸的 最后阿黄一口气逃出了树林 然后和张欣他们报了警 警察很快赶得过来 并在树林里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但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现 只有阿黄抡出去的那块木头板子 于是警察就把阿黄他们三个人教育了一番 让他们少喝点酒 而阿黄非常确定 那树林里肯定有东西 等着进去的人成为他们的猎物或者同类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